人的一生 更重要 人就一生 我们都希望 自己有个幸福的家 每天都是个快乐的人 但在生活中 不是一切都尽人意 可是又有什么 好看不开的呢 烦恼 忧愁 恩恩怨怨 几十年后 都会随生命 而烟消云彩 人的一生 只要我们 不丧失对生活的信心 对理想的追求 做你想做的 爱你想爱的 如果该奋斗的 去奋斗了 该拼搏的 去拼搏了 就能平常心 看待得失 梦想是一时 无法实现的 目标是短期 难以达到的 人的一生 不要过分去苛求 不要有太多的奢望 既然上帝 不偏爱于我 不让我鹤立鸡群 不让我出类拔萃 又何必硬要去强求呢 金钱 权力 名誉 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善待自己 就算拥有了全世界 随着死去 也会烟消云散 人的一生 没有事情 是不可以放手的 我曾经以为 是不会放手的一个人 其实 没有什么东西 是不能放手的 时日渐远 当你回望 你会发现 你曾经以为 不可以放手的东西 只是生命瞬间的 一块跳板 所有的哀伤 痛楚 所有不能放弃的事情 不过是生命里的 一个过渡 失恋 失忆 甚至失婚 以致我们在爱情里 所受的伤 都不过是一块跳板 时而令你成长 人的一生 开心也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干嘛硬要逼着自己 不开心呢 是啊 人就这么一辈子 做错事 不可以再重来的一辈子 碎了的心 难以再愈合的一辈子 过了今天 就不会再有 另一个今天的一辈子 一分一秒 都不会再回头的一辈子 我们为什么 不好好珍惜眼前 为什么还要拼命地 自怨自艾 痛苦追悔呢 人的一生 我们可以淡然面对 也可以积极地把握 当你看不开 当你春风得意 当你愤愤不平 当你深陷痛苦中 请想想它 不管怎样 你总是幸运地 拥有了这一辈子 有朋友加我微信 木母6988 我告诉他 人的一生 没有来世 所以让我们从微笑开始 人活一辈子 开心最重要 拥有健康的体魄 在快乐的心境中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安全地实现自身价值 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